遭到指控传统诈骗 我们也持续追踪 找到了这一名菜心男子的家 那么家中有高龄70多岁的老母亲 就代替儿子出面喊冤 反控婚友社当初是压着孩子 来到了海南逼着他儿子 一定要娶这一名无姓女子结婚 那么老婆呢 现在却是怎么样都不肯来到台湾 等于是他的这个儿子人才两空 他才是主要的受害者